接著我想跟大家說一下 怎樣才可以設置一套 最適合自己玩的板 即是說你那雙BIDING和那塊板 是要有中間 要裝一套螺絲 在那塊板上才可以玩 其實裝上去 都有不同的位置 首先就是你的腳 穿上去那個ANGLE 即是你穿了那雙BIDING之後 裝上那塊板上 八字的度數有多少 即是說譬如像你走路一樣 有些人是外八字的 有些人的腳是直一點的 這個都是不同人 都有不同的ANGLE的位置 所以如果你要裝一個BIDING 適合自己玩的話 首先就是知道自己的腳 如果譬如你是八字舒服一點的話 那你裝的話 你的ANGLE就要壓開一點點 會白一點 還有那塊板裡面 都有幾個螺絲位 大家看到這裡有幾個洞 如果你們初初玩 多數不會設定到最開的 設定到最開的 即是說你玩的時候 你的膝蓋的大腿 就分得開一點 就會穩陣一點 但是跳的時候就會難一點 但是LANDING會舒服一點 一般如果初學的話 我給大家的意見 就是入回一點點 又不要入到最入的那個洞 在中間站直 好像平時站直那麼舒服 就OK的了 那麼記住 這道螺絲每次玩都要霜實了 才好落水 都要跟一跟螺絲 有沒有鬆到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 滑水前他都不去看看螺絲 可能在玩的時候 突然間掉了一顆螺絲 那就很危險了 所以玩之前 記住跟一跟自己的塊板 BIDING 螺絲霜實了 然後才開始你們WIG 最後我想跟大家說一下就是WIGSKATE 這一塊就是WIGSKATE 就像一塊滑板一樣 是沒有BIDING的 剛才我所說的那些是WIGBORD 就有一雙鞋 是連一塊板 雙著螺絲的